北京时间2022年1月9日19点半,足鞋杯决赛顺利打响,最终山东泰山队凭借后卫贾德松的凌空抽射1比0战胜对手,拿到足鞋杯的冠军,同时也成就了自己的双冠王伟业。 山东泰山队和上海海港队分别拿到了这个赛季中超联赛的冠军和亚军。 这两支球队目前可以象征着国内俱乐部球队的最强实力,他们二者的对决也吸引了广大球迷的关注, 这是两支球队的直接对决,也是两个国门王大雷和严俊林之间的直接较量。 双方在首发阵型上均排出了自己的最强阵容,山东泰山队采用343的进攻阵型, 墨伊赛斯、郭田宇和徐兴领衔前锋线,中场拥有费莱尼和韩国外援孙准浩。 门将位置,山东泰山队主力门将王大雷的地位,无人能撼动。 上海海港队这边采用了4141的阵型,顶在最前端的是本土前锋胡进行, 而在他身后的是,奥斯卡和澳大利亚外援木一。 山东泰山队在比赛第6分钟就拿到了一个绝好的机会, 上海海港队W王申超回传被断, 山东泰山队主力前锋郭田宇在禁区内形成单刀, 不过他的射门被严俊林挡出。 上海海港队在比赛第17分钟也获得了得分两击, 奥斯卡战术角球传中, 与海禁区内无人防守的射门被王大雷奋力扑出。 山东泰山队在比赛第80分钟终于打破了场上的僵局。 山东泰山队获得大禁区外的任意球, 正争一脚是大力臣的射门击中了上海海港队的衡量, 这个球作为主力门将的严俊林没有丝毫的反应, 球从衡量上弹下来之后, 严俊林奋力地将这个球打出禁区, 而山东泰山队埋伏在禁区边缘的贾德松, 迎球抽射球直入死角, 一至零。 最终这场精彩的足鞋杯决赛在4分钟的商庭捕食之后结束, 山东泰山队凭借贾德松的世界波破门战胜上海海港队, 拿到了足鞋杯的冠军, 同时也成就了自己的双冠王伟业, 本赛季的山东泰山队发挥非常出色。 球队一度取得16连胜的娇人战绩。 同时在本赛季的足鞋杯比赛中, 山东泰山队好取七连胜直接拿到冠军。